国家呢要动真格的了 社会这新四害的出现呢 已经严重影响到老百姓的一个生活 而且呢是越来越厉害了 国家呢已经开始出重拳 然后严厉打击了 那么到底是哪四害呢 对幸福生活呢比较重视的一个朋友 可以先点赞收藏起来 方便呢以后找不到的时候呢 可以翻回来再重新看一看 随着我国经济的一个飞速发展 人们的一个日子呢 过得可以说是越来越好了 在不愁吃不愁喝的一个情况下呢 又出现了这新四害的一个现象 老百姓真的是叫苦连天啊 国家呢是不会坐视不管的 已经呢开始动真格了了 那首先这第一害呢 就是这个网络直播啊 当前的这个网红呢 基本上呢快成为一个贬义词了 对不对 有些网红呢为了挣钱 真的是没有什么底线啊 什么钱呢都敢挣 行走在法律的一个边缘 在直播间呢贩卖那种假货 欺骗粉丝造成大家对直播间的一个购物 失去了一个信任 还有一些主播呢 就是硬导人们呢大量的去刷这个礼物 有些大爷大妈的 访骗意识比较低 被骗的真的是老惨了 自己呢平时是不舍得吃又不舍得喝 海贯这个主播呢是打赏刷礼物 真的是害人不浅 因此国家也是加大了 对网络直播平台的一个监管制度啊 网络直播呢不是法外之地 那第二就是这个传销组织啊 这也是国家呢 一直严厉打击的一个犯罪行为 可是呢当今的一个传销模式呢 那是花样百出 有这种金融传销 还有这种保健品传销 还有这种网络传销 等等等等啊 真的是让人防不胜防 被外人骗嘛 那是防范意识不强 可是传销组织呢 很多都是这种熟人骗熟人啊 亲戚骗亲戚 这就使得人呢 真的是防不胜防 一不小心呢 就会被卷入其中不能够自拔 真的是害的多少人是家破人亡 国家呢是一经查处呢 真的是严惩不待 那第三害就是这个电信诈骗啊 喜欢看视频的朋友 想必都知道 棉北诈骗弹果到底有多可怕 目前呢有很多人都被骗到 这个棉北搞这个电信诈骗啊 大多数人呢 都是冲着这个高工资 高福利的一个诱惑 被骗过去了 可是到那之后呢 就是身不由己了 只能够被迫去搞这种电信的诈骗 否则呢 真的是性命难保 据那些解救回来的人说呀 棉北的一个诈骗集团 真的是非常凶残 没有什么人性 稍微不服从了 就把你拉到那种小黑屋里面 用这个电棍打你 打的那是头破鞋流 爬不起来 或者呢 是让他们吃那种狗吃 剩下来的一个饭菜 更触目惊心的是啊 对于一些不听话的人啊 让他们亲眼就看 怎么买这种火人 简直是勤臭不如 国家也是在种钱出击 打击这些诈骗分子啊 有很多头目的 都已经被抓捕归案了 那第四害就是这种网络的贷款啊 现在的网络贷款 真的是无话八门 尤其是对于一些 好吃懒惰的一个年轻人 真的是好高骛远 挣个一千呢 想花两千 又不想好好的一个工作 这网络贷款呢 对他们来说呢 即使既方便 又不用跟别人张口借钱 放贷还快 不需要严格的一个审核 在手机上面呢 就能轻松的一个操作 结果呢 就有些人呢 深陷其中 那是不能够自拔啊 那是越贷越多 经常是拆这个东墙 扑这个西墙 最后呢 就像滚这个雪球一样 是越来越多的一个贷款呢 是还不上 活生生的 把自己给逼上了一个绝路 因此国家也是出台了 相关的一个法律法规 加大力度呢 对网络贷款的一个监管 以上呢 出现了这些心思骇 大家一定要做好防范意识 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朋友 对于这心思骇 大家都是怎么看的 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 留言讨论